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里。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里。 从小,妈妈就说,我是喝西北风长大的。 算命地说,我爸爸五行缺房,命里缺车, 卡里还缺钱。 有一次,一个小偷来我家里偷东西, 最后是含着眼泪走的。 出门的时候,还不忘记丢下几枚硬币。 每次下雨天,都是爸爸最高兴的时候。 因为他又能出去洗头了。 用雨水洗头,一分钱都不用花。 妈妈劝他不要出去。 万一打雷了怎么办? 爸爸说,那正好,打雷还可以免费烫个头。 以前呀,我以为穷不过三代的意思是到了三代以后, 就不会再穷了。 长大后,我才知道, 穷到第三代, 已经穷到连洗衣服都娶不起了。 也就没有第四代了。 哎哟,我的妈,不写了。 铅笔快用完了, 能省,就省着点吧。 我的家就像一部西游记。 我的家就像一部西游记。 我是唐僧, 一路受着保护, 有时还不知好歹, 中间不分。 妈妈就像孙悟空, 一路坎坷, 不畏艰险, 有时还费力不讨好。 吃喝拉撒全部都要管。 爷爷奶奶就像沙僧, 默默付出, 不求回报。 爸爸就像猪八戒, 没什么用, 就知道吃。 一不小心, 还有可能被妖精勾引去。